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通过轻松幽默的话剧 更结合了学术单位 一起来宣导 让民众了解失智的状况 并教导如何来预防 在宣导团队专业话剧表演下 让在场民众充分了解老人失智这个病症 由于采轻松幽默的内容 也逗得台下老人们笑声不断 此宣导活动是由失智关怀协会来主办 计划将在本县十三乡镇巡回演出 这次能够来到积极镇来 在地议员陈兆玉表达欢迎及感谢之意 感谢娜理事长在百忙当中 领导团队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用心 绝对会议到很好的会议 失智宣导的活动我们在玉京南投乌县十三乡镇 每个乡镇的据点都会亲自到访来做一个宣导 让我们长辈透过这个剧团更了解失智镇的一个状况 我想失智镇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说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失智了 所以透过这个话剧宣导 让我们提早做一个预防跟治疗 让我们的晚辈还有我们的长辈了解失智镇 未来要如何来做预防跟治疗 南投县失智关怀协会在议员赖院协领导下 成绩是获得大家的肯定 为了能够跟专业的服务献名 现在也结合了学术单位一同协助失智老人 透过科学的方式 希望让失智这个病症获得控制 像这样的活动也是透过预防 还有我们也可以透过所谓的怀旧 然后不断的一直刺激他们的脑细胞的活动 可以让他们失智或者是失忆的这种退化的情况 能够尽量的减缓 失智者协会在这一年来的努力呢 一直跟我们的长辈站在一起 也关心我们的长辈 所以透过任何的一个管道 不管是资讯科技 还是我们的一个产学合作 都希望为我们的长辈提供最好的服务 由于本县老人化是越来越严重 未来要如何妥善照顾老人 也是政府重要的政策 参与这活动的社会及劳动处处长也表示 目前各社区几乎都有设置老人据点站 所以大家要鼓励老人们多多加入 在与人互动之中 也可以避免失智发生 根据统计55岁以上的人口 大约有5%有失智的倾向 台湾的人口老化严重 失智的问题相对值得大家关心 比你重视期盼借由这样的宣导活动 能够达到了解与预防的效果 明星怀怀怀经济采访报导 2016南投国际 继全国中上学校 撑岸跳高大会 今日热闹的开幕 来自许多国家的选手 将在今日展开他们最佳的表现 彼此互相的切磋 将带给观众一个高水准的体育竞赛 在小朋友们可爱的表演下 此次大会是热闹开场 来自10个国家的代表选手 也热身为待会的比赛做准备 对线内运动发展相当关注的 议员蔡宜助也到场为选手们祝贺 盼各位选手能夺得好成绩 身为地主中华台北队 也受到相当大的注目 那这场比赛我们的目标 就是至少我们希望能 创造自己最佳的成绩 另外也在国际上 这种国际赛呢 也刺激选手的表现 大家有一个比赛的气氛 希望也能突破我们自己的佳击 或是我们创造新的全国纪录 教练表示这次比赛 将以突破自我为目标 盼选手们能以最好的表现 给在场观众 并借由最高水准高张力的比赛气氛 刺激选手展现自己最好的水准 突破全国纪录 今年特别是我们的奥运年 我想很多来自世界各国的一个好手 也能够借由今 这个场次的一个 这个训练活动呢 能够来热身 来让他们今年的赛事 能够有之前的一个准备 由于今年是奥运年 各国选手也都将以最好的状况去竞争 议员廖紫佑希望选手 借由这次竞赛 除了争取好成绩之外 并为之后的奥运胜事做准备 除了说欢迎我们所有的选手来这边比赛以外 非常希望说我们所有的选手来认识我们南投 来了解我们南投 我们希望说他们能够到西投 学校与各国选手来阵内参赛 议员检井贤希望选手们拿出最佳表现 也希望在比赛之余 能到南投各个地方游玩 体验县内独特的人文风情 借此提升县内国际知名度 民意新闻蔡影节草屯采访报导 民间的水上分队原民水鬼队 是目前左水溪唯一的水上救生队 成员大多是左水村的村民 擅长流水救生 怀抱着慈悲的精神 不畏风雨默默的付出 议员卢美龄表示相当的肯定 民间水上分队原民水鬼队 成立于民国56年 擅长急流水救生 在救援行动中 一般会先做好安抚灾民的动作 再以大型机具救援 水上救生分队 成立正式成立 是在民国56年 56年成立 要不成立的时候 在我们左水村 就有这个团队 支流水救生 我们今天如果有发行风災 有居民去往包围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时间 第一个时间 我们的机具 限电话机具没在过的时候 我们就用我们想 想金的方法 想原始的方法 我们先过一边 先安慰 先把救生 先穿上去 但我们现代化机具去的时 要把它租出 相当我们发生后 有十岁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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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 风载的时候水流已经很垃圾 所以我先讲 一定加到垃圾障碍物 我们这下去的时候 我们的机动性也很好 我们如果在高山 在所有的地方 机具不太高的时候 我们这些普通可以压到危机 我们要马上下水 所以我们的机动性很高 我们在机动水也很好用 议员罗美龄为民间水上分队的顾问 长期以来关注支持水上救生分队 议员表示 水上救生分队奉献无私的精神 令人十分敬佩 水上救生分队在日剧时代 就已经成立了 当初他们是称为水鬼队 水上救生分队的队员 他们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左水村 善于游泳的年轻人 他们就组成了水鬼队 就是来救援这些溺血的民众 除了民间乡南投县之外 中部如果需要他们救援的地方 他们都会去支援 我们这些水上救生分队的队员 大部分都已经是第二代或第三代 他们承接了这个祖先奉献无私的精神 他们这些精神 这次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敬佩 人腻己腻 救苦救难 是民间水上救生分队的对训 目前却面临人口外移 没有新血注入的考验 欢迎有志投入水上救援工作的乡亲朋友 能够一起加入佐水溪唯一的水上救生队 水鬼队 民意新闻林家会民间采访报导 文田国小在并校八年后 在田匠乐社区发展协会 配合教育部活化校园的政策下 积极的争取任养 将重化活化校舍环境 横山形上团首先响应 整件的工程与社区共同来实现 社区的学堂美梦 议长和身份期盼未来 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来挹注 让被校尽快的重生 竹山镇文田国小并校八年后 旧校舍在田匠乐社区发展协会 配合教育部活化校园政策下 积极争取任养该校区的企划案 期盼能将此地活化校园生机 进而发扬在地文化 我们任养首次 民家在要去工作和工作签业 后来还去经过公正 在润阳企业社区还没有订养 我们无法订养工 这都先做一个规划 我们整修完 陆陆细细 我们就会结局下去进行 有这个机会 社区 对社区的发展 帮助非常大 由于校园 附建整修硬体工程 需要庞大的经费以及人力 在社区积极地对外寻求资源下 横山行善团成了首团进驻厂刊 以及释放有意协助重建工程的团体 对此 社会及劳动处长林俊吴 也特别到场关心 并且向该会表达肯定以及感谢之意 因为我们是前省 我们从台北市西北市 一直到高雄屏东 我们都有行善团 那像田家乐的部分 我们是用专案的方式来做 今天带一个团队过来 我们看了之后 我们回去再去评估 看我们能够承接的范围 然后我们再跟田家乐的 协会的这些干部 来做一个进一步的讨论 才能确定我们要 做的范围是哪一些 针对田家乐 积极活化老旧废校事宜 议员蔡宇柱则表示相当肯定 也期盼县内其他地方 也能响应田家乐的做法 将周遭的废校舍重新修复 让社区成人学堂 遍及更相振 在县政府还有政公所 各级明代的努力之下 文田国小终于能够有活化的机会 这次也非常感谢 在地的志工也都有土木的 水电的装潢的 也都大家共享盛举 来让这个文田变成一个 非常漂亮的一个学堂社区 我想这是南投县的一个创举 也希望南投县有废校的这些学校 其实也可以敦寻 像文田国小这种案例 能够活化各地的这些小学 未来田家乐社区将针对水电 环境清洁 以及13间的荒废教室等 进行重新整修附件 经费以及人力部分 都需要庞大的资源来挹注 才能让整建工程顺利进行 一掌和盛方期盼 横山基金会 能发挥抛撞影域的效果 号召更多的社会团体来合作任养 让废校得以尽快重生 民意新闻那伟林 朱三采访报导 水里乡上岸社区永安路 因为没有排水系统 加上路面小窄 导致只要已下雨 用路安全就会令人的忧虑 议员成熟会接获民众澄清 今日上午到现场进行会刊 希望这项的工程 能够尽快的早日发包 尽快的施工 议员成熟会以及县府主办人员 来到现场 地方人士即说明 目前这条上岸社区永安路 需要改善的部分 主要因为这条路没有排水系统 且路面过载 每逢下雨时 要行驶这段路就必须很小心 非常感谢我们政府 我们专议员的关心 因为我们这个永安路文顶 尤其是现在目前也有很多停车庁 这个水就会堵路一直堵路 今天说影响堵路安全到这些民宅 改善后可以让我们这个永安路 这些民众的出去可以很安全又方便 议员成熟会在听取地方人士的建议后 也向县府主办人员争取最佳的解决方案 为了大家用路安全 他也呼吁县府全者单位 希望在今天会康后能尽数通过预算 并尽早发包施工 所以今天我们会康后 我们管政府主办人员来到县城 做到会康 我们也记得就是说 我们管政府主办人员回去 可以把这个预算的研究 来给它计算出来 可以收到我们口中和我们处长 以及我们的任管长来证实 再一次来配合这批经费 再一次来跟它完成永安堵路 这个图宽 可以带给我们终架 观光与农业的一个发展 据地方人士表示 永安路是上岸社区最主要的道路之一 因为不管是要往雀桥 或者路旁这间永安宫 民众都必须经过这路段 因此这道路要改善是有必要性 希望这条路 如能在地民众的期盼下完工 以避免安全事故发生 社区大学普理分校有许多精彩的课程 其中体势能健身课程 受到许多民众的喜爱 议员林芳瑜也特别鼓励民众 多多参与健身的活动 以达到身心灵平衡的目的 副委长潘一泉也呼吁民众 多参与社区大学的相关课程 充实自我的人生 老师仔细地解说每个动作步骤 学员也聚精会神地跟着动起来 设大的体势能健身课程 教民众许多身体保健的尝试 受到许多学员们的喜爱 现在社区大学 其实在南投县都办得相当的好 尤其是在埔里地区 的社区大学 其实开的办事蛮多的 而且很多元化 各项的课程都有 可以任这些 我们的民众 这些大众 以他们自己所好下去做选择 动作部分我们先做一个伸展 把身体要先拉开 因为我们最怕就是身体紧绷 因为从心理有压力 我们心理就会紧绷 所以心理放松之后 把身体拉伸打开 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 第二个就是说连墨哨 因为我们一般的情况 墨哨也都是紧绷的状态 所以我们运动 一定要注重到脚趾头 手指头 这个墨哨的这个区块 因为那个地方是最敏锐 人体里面对外接触最敏锐的区块 医院林芳宇表示 现代人的身心压力相当的大 透过运动可以疏解身心 能够保健身体 鼓励民众多多参加 其实这个课程蛮不错的 可以疏解压力 同时这些学员可以透过学习 老师教导的 不但可以疏压 还可以健身 也希望说 大家能够利用一些 晚上休息的时间 来这边交朋友 来这边达到疏压 来这边健身 参加的学员表示 课程让自己的身心获得健康 也从中获得许多宝贵的知识 除了说在我们的身体 在运动之外 老师还教了我们很多 其实上 活法上的一个维世学 在心灵上的平静 那你怎么样子 让你的生活能够 尽量减少这样的一个 波动的一个状态 那当我们把这两个结合 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你在运动的过程中 你就能够很平静 而且你也能够知道说 你的身体 因为你已经非常非常的 一个平静的一个状态下的时候 你可以非常清楚知道 你每一个身体的一个动作 工伤社会时的民众 日常压力顺大 参与相关课程 能够协助身心健康 副委长潘一泉也呼吁民众 多多参与社大的相关课程 充实自我的人生 明依旭红一伦 普里采访报道 南投体育场 一向是南投市民运动的好去处 但是东侧门因为当初新建时 并未规划 残障坡道 议员蔡宗志 接获澄清 立即到场会刊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增涉 残障坡道 让民众行的安全及便利 南投体育场全年无休 是南投民众最佳的休闲场所 除了清晨做健康操打气功 晚上吐风舞街舞夜跑等运动之外 平时也有许多民众去散步晒太阳 但东侧门在新建时并未规划场障坡道 导致若有身体较残弱的人士坐着轮椅 想路内散步晒晒太阳 都得绕一大圈从正门进入 相当不便 想到我们体育官旁边这些族 这个吐小姐来总提博物厨 尊重我们体育官这个当初门 这个楼梯没有 较早设计 没有设计到残障坡道 这个吐小姐希望总提 可以带他准处一个 这个残障坡道 这附近这些族和将近 几百个这些族和都去体育官运动 因为就是说有敢于我们这附近的民众在反映 说这里如果说再做一个坡道的话 就对一些行动比较不方便的人 就有一个福利 所以说就是麻烦那个蔡宗志议员 帮我们的吉利申请 议员蔡宗志接获陈勤 立即安排到现场会刊 议员表示 体育场运动的民众相当多 也不乏附近体落或长辈 坐着轮椅即被挡于门外 思维不妥 期盼相关单位尽快编列预算 将残障坡道建置完成 我们这个体育官是向于我们管政府教育处体健科家所管的 希望说体健科家因为这个经育没多少 希望体健科快点来变入经育 快点来把这个残障坡道来完成 让一些是大人可以在这个冬策门这处出力量 可以比较平安 平常有时候像有一些残弱的体弱的 他们就做轮椅的话 那就是说家人要退出来去散步或做运动的话 结果呢 因为他们这里没有坡道 他们就绕到很远很远的那种 从正门那边 就是有感于这个不方便 所以说就是说想要申请 这个县政府可以在这边把我们造一个坡道 让我们的民众方便 南投体育场是南投最具规模的体育场所 从早到晚都有民众进出运动 是南投乡亲休闲运动的好去处 除了长站坡道之外 也有路面丝滑问题 期盼相关单位能尽数办理 让所有民众都能方便而安全地进入体育场活动 明星文林嘉惠南投采访报导 主持人秀传医院 选定入骨香医疗教缺法的十三村 进行巡回医疗服务 该院的手语护理师 跟水车到和牙等社区 进行手语的教学 医长和身丰则是呼吁政府 应该要重视手语护理师的这区块 让偏乡的联雅人士 在医疗上能有更好的沟通桥梁 为了落实医师下乡服务的政策 秀传医院 巡回医疗团队 每周一至周五 都会下乡前往据点 提供民众就医服务 解决偏向地区 病患就医周册劳顿之苦 我感觉让我们这些村民很方便 尤其还有修团派医疗 我们府邀村有三个农牙人士 能达到这个沟通医疗 信息 达到我们这些村民的健康 生命的安全 多一层保障 路骨河雅村 也是远距医疗的其中一站 特别的是 该社区有三位农牙人士 由于路程遥远 以致政府所聘用的手艺人员 难以加以照护 故造成农牙人士 在生活上的不便 而秀传的手语护理师 由秋过 则展现大哀精神 利用空闲时间 前往该社区 以及小学 教导手语课程 期盼透过手语教学 能让在地民众 究竟帮助农牙人士的家居生活 从两年前就断断细细去 为这个社区办免费的手语教学 再来去学校推广 农人他们的一个文化 我是觉得很快乐 因为我觉得他们受到我的翻译 帮他服务 他每次看到我 他们会主动靠过来 好像看到救星 那在社区教学 义务性的免费的教他们社区的志工 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志工 他们知道 其实他们每个表达意义 一个肢体动作 都有他的意义存在的时候 这些人看到他的困难的时候 会过去帮忙他 聋雅人士生活起居 本来就比平常人更不易 加上若是居住在偏向地方 就会使得医疗照护 变得更加困难 医院吴瑞芳则期盼 未来能有更多的医疗机构 能够重视这一区块 让县内的聋雅朋友 能得到更好的医疗资源 我们竹山秀船医院 广泛都做一些关怀 他们有聘请护理人员 做手语的沟通 让医师跟患者 没阻碍 希望更便宜 也能跟秀船医院跟进 能够把这些身体有残缺的障碍 也能受到最好的照顾和关怀 台湾人口老化现象持续攀升 寻回医疗 让长者就医变得更加便利 一掌和盛丰 除了感谢甘愿的无私付出外 同时也呼吁县府 应该更加重视 手语护理师这一区块 让偏向的聋雅人士 在医疗上能得到更好的沟通桥梁 明星文亮伟林 入国采访报导 有机农业是现代农业的趋势 许多农友需要专业的学习 普里社大开设了有机法栽培班 加汇许多农友 副委长潘一泉表示 农业也是普里镇相当重要的产业 也鼓励农友多多前往学习参加 民以食为天 近年来食安观念的提升 促使有机无毒产业愿意兴盛 许多农友都开始转型 让民众对于食材来源更加安心 因为现在的人喜欢一些健康无毒的东西 然后也是未来的趋势 所以我们才会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还有一些客户的健康 来走向无毒的种植 我们这一堂课 因为他们是新进的学员 所以我给他的 只是先用准有机的方式去栽种 因为你不中准有机的话 你一下用准有机的话 他可能会没办法接受 而且收成会非常不好 参加课程的农友表示 专业课程让他们获益良多 也希望借此提升农产转型 不得其问了 所以刚才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社区大学有一个有机课 我就匆匆忙忙就来报名了 就是在种植的时候 有遇到一些生长障碍 然后刚好遇到黄老师 然后黄老师很亲切指导我们 然后他也告诉我说有这门课 所以我就来接受 接受黄老师的一些 比较新的一些资讯 务农上会遇到一些问题 来这边都是一些 想要共同种植一些 有机无毒的东西 那大家可以一起讨论 可以解决问题 老师表示有机农业需要育成时间 希望透过课程让学员们慢慢转型 所以我最第一学期 这个两个学期之后 我要教他们是准有机的方式去栽种 等到差不多两三年以后 他们再出做准有机 这样子的话 人家过早会说一句 有过的抛选 我都过的抛选 这是我好想的 我们现在只要教他们先做准有机 然后渐渐的转成有机型 南投县是农业大县 有机农业可能是县内 未来农业的重要趋势 副议长潘一泉也表示 农业也是浦里正相当重要的产业 鼓励农友多多前往学习 民意新闻洪一轮 浦里采访报导 中华民国同军总会 日前在土城国小 举办了两天一夜的露营活动 在这活动当中 让学生们接触大自然 并借由同军的活动 启发孩子们的思想 与生活的小技能 为让学童能够忘掉 科业上的压力及远离 山西产品的控制 中华民国同军总会 联合各个地方同军社团 日前在草屯土城国小 举办两天一夜的露营活动 判借由活动 让学童们学习同军独立 自主的精神 并与来自各地方的朋友们 互相联谊 我们邀请所有中部地区 社区的同军团的服务员 他的家眷 一起来做亲子的露营 那借助这样的活动 我们可以做交谊 联谊 互相学习 互相成长 那主要是大家在透过 团的领导活动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再次演习的 一个机会 那也希望各个团来到这 能够将各个团的特色 还有他今年度特别的 一个活动跟大家分享 来做一个大家共同学习的 一个机会 在接触到同军活动后 学生们学会了 在学校教不到的东西 学会在面对困境时 该如何面对 以及一些日常生活上的小技能 让他们是有所成长 困难的时候可以历经上游 可以自救 然后可以学到很多 不同的东西 像是生活 医疗之类的 他可以自己打帐篷 我觉得就是 学同军就是一个 就是可以学到自己 求生本能 然后可以学到各式不同 在学校认识的东西 我觉得说现在小朋友的 各种媒介的吸引太多了 能够让他们从这个电脑桌 离开 来到接触大自然的话 我想这个是同军 现在同军里面 可以让小朋友做到最大的东西 老师表示 由于山西产品的普及化 大大的影响了学童们 在生活与学习的品质 希望透过活动 让学生们重新接触大自然 对思想上与人际关系 都有很好的帮助 民意新闻蔡影节 草屯采访报导 以上是3月23日的民意新闻 新闻的最后 议长和盛丰 副议长潘亦全 祝福所有乡亲一切顺心 许家庄与民意习书小组的同仁 感谢您的收看 祝大家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